南岛政府配合中央政策 伴利就民建材 会期不清除处理保障 在定期会订 王秋秀和创民协议官来捷循关心 希望官府占对平衡来加共选得 对付传播局表示 保障开口无关是否有意见 只要是所有人的建筑物 都能够来提出申请 并且要这些整个阶级 暂时放在地上 提供更安全的空间 也有申请 广化申请也过 广化派也自行把十米瓦拆除了 可是目前我们黄宝泉还有黄宝庆约 那个时候军展是说要写出 先上一个空地让他们能制防 因为民众他的那个土地是租的 他是承租的 那现在十米瓦泉 配合黄宝泉的政策拆掉了 可是我们到现在得到的答案 但是到明年才可以把它制防 台北的官议会冠警中纪孙 官议官蔡明宣 占对民众来欢迎到 就民建材会企务处理的问题 提出之旬 希望官政府关心处理 并且来关心到 暂时放在地上的政党 我们的部分就是因为 我们要去替疫苗数量才会去 公共的下降抄业者来清 所以可能数量比较少 但民官的案子我们已经清掉 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年度的案子 我们就会换一个暂时点 并求求议员 这是关心到管府 无人处理的案件 以后可以担对平常家庭来选择 较不及民众 生活的困境可以更加安全 这是可以能够同于说 比较偏乡的地区 能够家人去宣导 那这个偏乡的这些的 这些的洋青 这些有安全的家庭 不管我们的卫健安全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们不管是卫健 只要我们有博士私人的建筑物 我们都努力纳入这个 十年建筑来的补助范围 所以等于下半年才有 比较多的这个案件进来 那统计到昨天 大概就是我们今年度 大概就是完成60件的案件 对此管府正一报表现 由今年开始配合重要的政策 来进行到这项价位 今年扣大办理 没人来几月就暂时放在中 以及美女来夾用 以此建议 若是民众有跳到的输举的时候 要违通到合法业借 以此跳到的过程 要来采取到安全的措施 既然你们先差不多